将临期第三周 星期二尼撒 读经一 索福尼亚先之书 上主这样说 和哉 哪伴亦污蔚 而残暴的城市 他从不听呼声 又不接受教训 不倚赖上主 也不亲近他的天主 那时 我要洗万民的口纯纯结 好能清呼上主的名号 同心协力服侍上主 因崇我的人 即我所分散的集团 要从故事河哪边吸我贡献祭品 在那一天 你却不再因你反抗我的一切作为而收缠 因为那时 我必由你中间驱逐你那些交经自夸的人 使你不再在我的圣山上自夸 但我必在你中间留下谦信和贫苦的百姓 他们必依赖上主的名号 以色列的遗文不再行邪恶 也不再说谎言 在他们的口里也在找不到欺诈的舌头 的确 他们或是目放 或是休息 没有人来恐吓 答唱荣 卑微人一呼号 上主立即苦吻 我必要时时赞美上主 对他的赞颂常在我口 愿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 愿谦卑的人听到也都喜悦 你们占仰他 要喜迎于色 你们的面容 绝不会羞愧 卑微人一呼号 上主立即苦吻 并且救拔他出来一切的苦身 上主的威容的人民 要把他们的纪念由世上灭尽 二人一呼号 上主立即苦吻 拯救他们出来一切的苦身 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 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 上主救助他福人的生命 烦头奔他的必不受处刑 卑微人一呼号 上主立即苦吻 主啊 你来吧 不要慈言 把你的子民从罪恶中释放出来 阿里路啊 福音 圣马斗福音 圣马斗福音 那时候耶稣对司祭掌和民间的掌老说 你们以为怎样 从前有一个人 有两个儿子 他对第一个说 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旅去工作吧 他回答说,主,我去,但他却没有去 他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却答应说 我不愿意,但后来悔悟过来,而又去了 二人中哪一个你行了父亲的意愿呢? 他们说,后一个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瑞利和娼妓要在你们已先进入天国 因为若看来到你们这类你行了正义,你们仍不信他 瑞利和娼妓都相信了 至于你们,见了后,仍不悔不去相信他 尼撒独经分享 耶稣说,若看来到你们这类你行了正义,你们师祭长和民间的长老仍不相信他 瑞利和娼妓都相信了 耶稣的儿子比喻,那起初不愿听父命的儿子 就像索福尼亚先知所说的那些会改归正的以色列的遗文,遵守戒命生活 他们的表现,见证了天主的慈爱和公义,使万民也归依天主,同心服侍他 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奋起进行圣经中天主的教训,除了像那后悔不听命的儿子一样,立即执行父命去做事 耶稣说他去葡萄园工作,意思是叫我们去向世界宣讲天国福音,收获回转归向天父的人灵 我们要像圣语三十四篇所说的悲微人,向上主呼号,求他救拔,使众人得摆脱罪困的苦身,被罪伤害而破碎的心灵获得主的医治 天父,你借着你的唯一圣子,使我们成为新的子民 求你仁慈地谁是我们,使我们因你圣子的来临,抵除旧日的一切聚乌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满,罗拔神 请不吝点赞订阅,阿满,罗拔神 阿满,罗拔神 阿满,网拔神 阿满,罗拔神 感谢观看